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清单思维的课程,这将是一门让你脑洞大开的实用技能课程,同时在课程里不仅仅告诉你清单的使用方法,还将告诉你方法背后的思维,这门课程的目的在于帮助你提升工作和学习的效率,提高生活质量,并降低犯各种错误的概率。 在这里,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的离称叫做杀牛,这是小时候外婆给我起的外号,被我一直用到了现在,所以大家可以叫我杀牛老师,我呢是一位30出头的中年大叔,如果大家觉得我不够大叔的资格,也可以叫我杀牛师傅。 我呢,曾经是互联网公司的运营总监,在2016年底辞职,到现在为止过了两年自有职业者的生活。 在这两年里,我创办了以番茄工作法为核心的效率技能分享平台,PomoNote,并通过分享番茄工作法,笔记数,阅读方法等课程,让数万人受益。 同时,我在维护发起了高效笔记数的系列课程,课程现有学员近5000人。 除此之外呢,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还开发了关于阅读方法、阅读分享、高效学习等系列课程,这些课程都有数千名学员。 而现在,你正在学的这门课程,是我最新开发的清单课程,更是我长达十年之久的清单生涯经验总结。 其实,对于清单这门课程和清单这项剂呢,我想很多小伙伴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清单,诶,我有在用,我时不时的还用它来列一下代办事项呢? 像这样一项简单到人人都会的工具,还有必要通过一门十几个课室的系列课程来学习吗? 老铁,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毕竟我之前的认知也是这样的。 但作为一名认为性清单得永生的虔诚清单信徒,现在的我认为,清单它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一项工具来使用,而应该把它当作一种可以使用在任何场景之下,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 而这门课程的目的就是在于帮助你培养这种以清单为核心的思维方式。 刷上先导课,我们这个清单课程总共有19个课时,每个课时15到20分钟,而这19个课时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认识清单,我认为要把一项技能培养成一种思维和习惯,最重要的不是对于具体技能的学习,而是对于原有观念的改变。 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一起来重新认识清单,认识清单这个简单的玩意儿,它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我们又为什么应该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和习惯,这些问题都将在第一部分为你解答。 第二部分,运用清单,我将通过五个课时来告诉你三个不同类别的清单,分别应该如何来使用,以及想要做到更好的运用清单,我们应该使用哪些工具。 第三部分,实践清单,我们学习一种思维和技能都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把这一种技能和思维运用到具体的场景之中。 所以,在第三部分,我将针对工作,学习和生活,这三个我们每天都要面临的三大场景,分享我的清单使用方法。 而对于一项技能的使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遇到一些瓶颈,这个瓶颈在于,技能我会使用,但是呢,却很难再有突破。 而这种瓶颈的来源在于,对于这项技能,我们只是知道它怎么使用,却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和思维方式。 就像李善友说的那样,成年人的学习方式不应该是学习一种具体的技能,而在于掌握技能背后的思维方式。 否则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课程的第四部分为升华清单。 在这一部分,我将为你剖析清单背后的思维方式,并针对这个课程做整体的复盘。 OK,在了解这个课程的结构之后,你可能还会有一个疑问,哇,听起来好牛逼的样子。 但是,请问我在学完它之后,可以收获一些什么呢? 嗯,很好的问题。 现在我就来告诉你,这个清单课程可以为你带来什么。 首先,最直接的改变将会体现在你的任务管理上。 你将不会再忘掉任何的事情,你需要处理的每一件事情,你都能够全力以赴。 其次,在你的生活上会更加的津津油条,你家里的物品会井然有序。 每次出差或旅游之前,不会像网餐一样手忙脚乱的收拾东西,也不会因为忘掉了某一个重要人物的生日而贵主板。 再来,在学习这件事情上,我将告诉你我屡试不爽的清单式学习法。 在掌握这种简单易行的学习方法之后,你可以和我一样一年读一百本书。 而且,所有重要书籍的内容你都能够过目不忘。 再次,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总是会犯各种各样的低级错误。 这不怪我们,马乎是大部分人的天性。 我们不应该指望自己的大佬来规避这种错误,而清单思维就能够大幅降低你犯错误的频率。 最后,最重要的是,我将通过传授你清单这一技能和思维,来帮助你的大佬减轻负担。 因为你在完成每一件事情之后,都会利用清单思维来为自己减轻负担。 下一次,在执行同类任务的时候,无需再次经过思考,从而让你的大佬随时都专注于处理新的挑战。 OK,在了解这门课程的内容之后,你心动了吗? 相信我给自己一个机会,和众多小伙伴一起学习清单思维,成为更好的自己吧。